大家好,我是翁家朵翁老师 最近MetaQuest的平台发表了可以直播的功能 所以我这一次打算来介绍 如何使用MetaQuest 3直播你的VR虚拟实镜的沉浸式内容 直播并不是录影之后再放出来播放 而是直播,现场实景的直播 OK,首先我们拿起你右手的遥控器 点击一下Meta的Menu键 点击之后呢,这里有相机 点击这个相机功能,点击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直播 让你点击直播 然后会进入到你想如何串流的选项画面 这就是让我们选直播的平台 当然你要先设好这个直播平台的账号 像FB的账号你要有,YouTube账号你要有 那以FB来讲,我们使用MetaQuest这个系统 多半都已经有FB的账号 所以直接使用FB账号比较方便 如果你要使用YouTube直播的话 那你就需要先连线投影到电脑 并且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然后再从你的电脑浏览器 发布到YouTube 这样子相对比较麻烦 而且它可能会有一点延迟 当然你要先有YouTube的频道才行 接下来看一下FB的直播 要选择主持人和对象 要选择要不要包含麦克风音讯 当然我们原则上是要使用麦克风音讯 这样你说的话才能够录进去 然后要按开始 这是在我笔电上面同时录影的FB直播状况 这个时候你是无法自己戴着VR头盔 又同时间看直播的 这一点要注意 就是你正在VR头盔里面直播的时候 大概你是不可能同时间看直播画面的 那你要事前先录影 才能够看得到说直播的时候大约是怎么样 那你可以调整位置 或者关闭聊天的版面 因为你这个聊天的版面 有的时候会挡到你的视线 会挡到你在活动 在VR头盔里面所看到的世界当中 会有一个板子挡在你的面前 有些时候像我们有些时候玩这种激烈的游戏 敌人可能各方面角度都会来 你这挡住了就看不见了 就会很麻烦 那有些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在乎这件事 有些时候需要在乎 所以它设定了选择让你开或关 那你也可以去调整它的位置 就是这个直播版面的位置 如果你要打开的话 它可以在上下左右 你自己去选 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做你在VR头盔里面 元宇宙里面该做的事 那我现在是正在玩一个游戏 叫做Population 1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多人战斗的元宇宙游戏 因为它是有个大社群在当它的背景的 这里面的很多人随时都可以凑对 而且基本上都是真人 然后有些时候也混了一些AI机器人在里面 但是基本上跟你对战的很多人都是真人 那真人的表现反应 和电脑程式的AI机器人当然是不太一样 所以它是相当的多元化 相当的复杂跟刺激的一个游戏 我们现在正在出发 接下来你看到的这些 我都同时的正在直播 这是在我的FB上面直播的画面 跟往常一样的玩游戏 只是这时候同时你的游戏画面 是直接串联传出去的 看你要发布在哪里 然后发布在FB上面 就是在FB的频道里面去直播播出 它是即时的现场的 并不是像我们平常都是用录影 然后再剪辑 所以你在这里面说的话 做的是各种表现 其实都是不可反悔的 因为已经直播出去了 当然直播要有人看才行 像我刚开始在直播的时候 没什么人看 那我就是做个测试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玩的部分 就把它截录 那就不用全部播出了 总之我们这一个单元是跟大家介绍 如何在Quest平台里面来做直播 然后呢我就衔接到这个游戏快要结束的段落 我和我的队友正在做最后的追逐 做最后的攻坚 因为我们的对手已经比我们先一步的 先锯守在最后的安全区 所以变成是我们是进攻方 他们是防守方 幸运的是这一次我们进攻顺利成功了 所以我们赢了 当你想要结束直播的时候 请点击控制器的Menu键 找出这个结束的按键 点击 再点击结束 然后你就可以结束整个直播的流程 艺术玩家工作室已经建立完整的 元宇宙线上课程与油画艺术教学内容 如果你对我们的课程内容有兴趣的话 请手机扫描QR Code 或点击影片下方文字栏网址 订阅电子报 接收更多课程资讯